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科技发展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政府是否有能力来管理技术 我们是否能够让这些技术发展真正给我们带来七七的结果 那么首先我们是否有有效的灵活的全面的合作性的 最重要的就是体系性的信任体系 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兴的技术 比如说生物工程 纳米技术 AI 技术 所有的这些新兴技术 实际上它们是驱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依然有差距 也就是新技术 科技发展 技术实施的这种发展速度 以及呢 我们进行伦理监管的这个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 那么这样的一个差距 一旦这些技术被实施 被接受 一旦出现了一些不理想的结果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就比较难进一步地来进行这些伦理监管了 在过去几年来 几年里我们发现在这方面进行改革是很难的 那么我谈到了价值 谈到的一点就是价值观会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泛泛地谈到了技术 现在我们具体谈一下AI AI并不是一个事物 它不像说汽车或者是或手机 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工具箱 其中包括技术和流程 它可能会改变公众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因此呢 对它的监控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有一件好事 那就是呢 我们看到了50多个关于AI的监管的标准的拥线 有很多人参与到了这些规则的打造当中 但是呢 虽然说他们在很多方面是重叠的 但是呢 他们也太普遍了通用了 他们可能没有把这个我们世界的多样性全部都考虑进去 而很难真正地去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实施 这就是我想要在接下来几分钟想跟大家分享的 也就是治理是需要灵活的 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治理 那一个很显然的工具就是 有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的 但是呢 在这方面可行的 领域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基于价值的设计 我们还可以让AI在设计的时候呢 在他们做出决策的时候就把伦理方面的考虑纳入在内 而且呢 我们也需要这个被治理的流程 但是呢 AI确实它能够实现的也是有限的 甚至有人说我们以后可以让AI来设计社会的架构 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我们应该有这个技术的监管 技术审视监管委员会 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些软的治理委员会 不仅仅是标准 而是要更加具体的 那就是实验室标准啊 技术发展的具体标准啊等等 当然清单是很长的 我们还可以去测试这些不同的技术 我们可以看哪些事情之有效的哪些不是 但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的这些标准和贯测和治理的这个准则呀 它必须是可实行的 它必须要有执行力 我们需要政府呀 授权或是负权这些设定标准的委员会和机制 并且呢 政府应该愿意去惩罚那些违反这样的一些准则的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组织 而且呢不仅在国家层面 我们在国际层面上也应该这样做 我们应该有将不同的利益攸关者聚集到一起的国际监管组织 来这个鼓励最佳实践 并且去惩罚那些违反规则的人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机制